剛剛透過的看到是南台灣部分 真的傳出了不少的災情 那我們同樣來看到的是宜蘭 因為在晚間 這個大雨還是繼續狂炸 市區馬路都淹水了 變成一片汪洋 甚至還淹進了民眾的家中 這個晚上恐怕不好睡了 最近現場請友聯來告訴我們 好 主播今天晚上在羅東市 是發生了這個大淹水的情況 包括你可以看到 像是現在在市區整條大馬路 變成汪洋一片 這淹水的狀況是相當的嚴重 就連這個汽車經過都要涉水而過 那其實呢 目的如此 這個大馬路的汪洋一片 旁邊這個店家以及住戶 都是有被這個淹水煸過的情況 你可以看到像是這家小吃店 可以看到目前我的腳下這邊 整個淹水的情況真的是蠻嚴重的 尤其是我整個小孩都泡在水裡面 那目前這間小吃店 它也是直接從這個水 從門口一路的淹進來 包括你可以看到像是這個桌子 以及一間店家停放的機車 都是有泡在水裡的情況 一路是淹到進來 包括像是這個店家裡面的廚房 透過鏡頭你可以看到呢 整個是一路的淹進來 真的是淹的還蠻長的 就是因為呢 其實宜蘭在今天晚上的 一直是下雨不斷 而且呢是好幾度出現這個狂風暴雨 因此呢目前現在這邊持續 是有這個蠔雨特暴的 但是呢其實今天羅東 目前的淹水狀況相當的嚴重 不只這裡部分的路段呢 也都是有出現相同的情形 那麼等一下相關單位 也會盡快的到現場處理 好那麼以上是我們現場最新狀況 再把時間鏡頭交換棚內